内湾游罗西 溪水暴涨 黄澄澄泥水仿如万马奔腾 滚滚而下 触目惊心 沿路曲曲折折 进到山区里头风雨越来越明显 处境险象还生 乘坐采访车挺进监石乡 来到梅花村 越往山上行驶 不论滑落的大小石块 甚至像这样倒塌的路数 横在入中央 只剩单边可通行的景象 随处可见 树木倒下 阻碍交通 而山壁小水铺暗示着高山上雨时之大 土石吸水不及山沟发挥作用 冒着强风大雨 拼全力抢修电力 台风天 尖石乡停班客 只剩一组三针 一个下午跑三四个点 都算 算那个台风下啊 所以剩下你们的站位 站位 先石 后山 秀兰 运工 全部都是这边的建议 那这样很多步啊 对 后山前 全部都可能 上去有没有 只是有一个教会 你说不看就知道了 神尾岭班紧急调度增派人力 说是为了三餐温饱 其实还有小人物的使命 后山就是我们的那个族群 希望他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宫殿 当晚的就OK 间歇性降雨下载山区部落令人忧心 其实前一天晚上各处摊房平船 黑暗抢通工作 人员外手磨黑进行 整个过程村长全程记录 通过网络直播 告知村民出入要留意 也希望工程人员也要注意安全 我们的灾害医别中心 这三个点会同时去抢修的 不会说一个一个轮 大家从小智杰田志忠 新竹报道 设认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